在今天凌晨 Cloud又发布了史诗级更新 史诗级这个词我已经说累了 但是他们确实发布了新的模型 Cloud4 跟之前的3.7 3.5一样 都是有一个Opas以及Sondent模型 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就来看一看Cloud4怎么样 在晚一些时候或者是明天 我会出一个对比视频 因为Gemini 2.5 Pro 我们不是一直没有试吗 如果各位对这个选题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问题 我们稍后会来测试一下 如果你还想看其他模型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 Cloud的Opas4 是我们迄今为止功能最强大的模型 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编程机型 虽然它听起来很嚣张 但是它确实有这个资本 下面也给出了它的能力图 我们可以看到有了显著的提升 那至于OpenAI的O3 4.1 那简直就是史 如果你要让我评价Cloud和OpenAI 那我可能会给出一个十胜十败论 Cloud十胜 OpenAI失败 是Bademan Cloud4好像跟3.7是一样的 混合模式 一种是推理 一种是不推理 如果你的问题比较简单的话 它默认就不推理了 如果你问题比较难的话 它会进行深度思考 然后思考一段时间再给你答案 我记得3.7也是这样 这里又强调了一下 它编程于老大哥的地位 作为最好的编程模型 Cloud Opas4 可以连续数小时处理复杂的长期任务 大大扩展了人工智能代理的功能 Cloud3.7是3.7的重大升级版 它提供卓越的编程 总每次都一样感觉 它每次用词都是差不多的 重大更新 遥遥领先 另外Cloud Code也是随着Cloud4的发布 一起全面推出了 在2月份的时候 它们还只是一个预览版 现在是一个正式版 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试一试 这不仅仅是编码 Cloud4模型通过深度整合 以及持续关注全面背景的运作 观看我们的团队 与Cloud一起工作一整天 进行深度研究 开发应用原型 并协调复杂的项目计划 他们现在有了新功能 research功能 这意味着他终于可以搜索了 那我这里收回一下前面所说的话 刚刚声音有点大了 这个确实是重大更新 这个看起来非常厉害 我们可能会在下一集 去详细的体验一下 它们这些功能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里说Cloud4两个模型 都可以在今天去使用了 OPAS模型复飞计划可用 Thonent模型直接替换掉了 之前的3.7可以直接去使用了 好 现在我们来到它的博客页面 稍微速览一下 看看有没有我们错过的地方 推出了新一代Cloud模型 最好的编码模型 除了模型 我们还将宣布 使用工具进行扩展思考测试吧 两种模式都可以在扩展思考过程中 使用工具 如网络搜索 推理和使用工具之间交替进行 以提高反应速度 两种模型都能使用工具 精准的执行指令 并且在开发者允许访问本地文件时 能显著提高记忆力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建立隐性知识 这个隐性知识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像 OPAS前段时间更新的记忆功能 就是说可以根据我们的聊天记录 进行长期记忆 我们将在Athropeak API上 发布四项新功能 使开发人员能够构建 强大的人工智能代理 代码执行工具 MCP连接器 文件API 以及缓存提示长达一小时的功能 听不懂 然后下面就是报价了 他们的价格 以及一些图表 这里还提到说 Cloud的OPAS4的内存能力 也大大超过了以前的所有型号 当开发人员构建的应用程序 提供本地访问权限时 OPAS4可以轻松的创建和维护记忆文件 以存储关键信息 这样就可以在代理任务中 实现更好的长期任务意识 连贯性和性能 他这里还提到说 OPAS4在玩神奇宝贝时 穿建了导航指南 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 前段时间这个很流行 就是他们公司带头搞的 就是让AI一直在那玩游戏 他们开几个直播也不说话 让他自己在那玩 有很多人在那看 然后后来就有其他AI公司也这样搞 后边好像就没有什么重要的内容了 我们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 看看他更新的怎么样 现在我们只需要进入官网 或者下载Cloud的桌面客户端 那就可以在这里看到有一个Cloud3 目前是免费使用的 而这个OPAS4需要开通会员 那我的会员刚好在前两个月就过期了 还是上个月过期的 一直没有续费 晚些测试的时候再开一下吧 或者我也可以直接使用Cursor来进行测试 那他几乎是跟Cloud同步发布的这个新模型 那我猜他们肯定是提前打招呼了 不然怎么能更新这么快呢 那我这里给大家演示的例子 就是我们频道的保留项目 新朋友可能没看过 老朋友已经开始笑了 我让他制作一个超级马里奥游戏 要求可以正常游玩 跳动的时候脚下有冲击波 这次不一样了 我加了一点东西 就是他跳起的时候脚下有一个 就是这样 就显得有力 有金币 有怪物 高完成度 好我们直接开始 我知道这个时候 可能有朋友说超级马里奥游戏测太多了 他已经进行了优化 非也非也 如果你看过其他的AI模型 生成的超级马里奥游戏的话 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好现在他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到他目前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 那个就是怪物 但是 可以跳 好像不带个涂层了 我跳起来试试可以这样 但是这个怪好像碰不死我 可以死了 你可以试试其他的 或者我给大家试一下 用这个XGPT 然后让他生成 好他现在已经写完了 代码非常的少 可以运行一下 看一看 预览 运行代码是出错 他的第一次还没运行成功 出错了 然后我让他自己改 当然好像还是出错了 所以我前面说 那个时胜时败 有啥问题吗 他的运行都运行不了 还出啥呢 然后让他制作一个落地页 分个像苹果那样 有很多组件 以及数据图表 简约美观 好了 现在他已经生成完毕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生成的主页 开始探索 取消吧 然后有这几个组件 有数据 图表 还有卡片 以及这个页角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样式 那如果让拆GPT来做这个东西 能做成什么样的 我也很好奇 好像怎么看起来也还可以 也有挺多数据的 我们看一下 预览 他这里还可以 他好像直接 可以在哪 哪里可以了 要我评价的话 就是对Cloud的着裂模仿 垃圾 烂 好 我们带来最后一个例子 制作一个赛博戒严网站 直接来 制作完这个之后 我们晚些时候 再给大家进行详细的对比测试 各位也不要忘了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问题 我将会用这些问题来进行测试 我们先期待一首 好 现在已经生成完毕了 不过因为它的代码比较长 我在生成过程中 又抽了一根 我真该死啊 不该抽那一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香烟开始虚拟抽烟 它下面是有个报错的 所以点击没有用复制发给它 让它更改一下就可以了 完美 我已经修复了这个问题 现在不会再出现安全错误了 好 希望如此 我们来抽一下 可以了 抽一下就短一些 来我试一下 恭喜你少抽了一支烟 继续保持为健康加油 好 我们共同加油 但是我不能再给这赛博抽烟了 我再抽一会 我可能会死在各位手机里 如果你们不建议的话 我可以再抽 但是我想各位应该是建议的 所以我们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想看接下来的测试的话 记得点一下关注 同时不要忘了在评论区留下 你想要测试的问题 以及你想要测试的模型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或者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 欢迎给个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